壞的叔叔 壞的叔叔 哈囉大家好又見面了 我是Fyre 壞的叔叔 疫情期間千萬不要在家裡面亂跑 那今天呢就想要跟各位介紹分享 還有教學很重要的一個印花工具 那就是編織紋幾何印花工具 編織紋幾何印花工具啊 我們很常把它使用在唐草的背景 就是填空處就像圖片當中大家所看到的這樣 那有些人啊他們不一定會做唐草 或者是其他的雕刻 可是他們會使用這種藤編 錫紋 或是我們所謂的編織紋去把整個畫面做填滿 也可以做成很獨一無二的單獨作品 那早期在這種編織紋的皮雕當中 最常被應用的大家能夠耳熟能詳的 就是像是公路奇景 他們的腰帶 槍套 子彈帶 就像是在殷屍錄裡面的警長 還有很多的那些美國電影 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些警長他們的腰間細的 都是黑色的編織紋的皮件 那除了編織紋之外啊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幾何印花 那幾何印花其實說穿了 它就是使用不同的四方連續 上下左右四個方向慢慢的去延伸展開來的 把圖面啊通通都給用這種幾何或者是編織的方式填滿 讓它有一個類竹編跟類幾何的效果 那這種方式我們很常應用在各種的皮件當中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啊 就是最基本的編織紋的印花該如何敲打 在敲打編織印花幾何圖案的時候呢 第一步當然是先把我們的皮拆好 那有一個重點很重要 大家千萬別忘記了 就是需要在我們的背面貼上卡點希德 因為這一類的幾何連續圖形啊 它碾壓皮革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必須貼上卡點希德來抑制它的變形 避免說你敲到後面的時候皮就扭得亂七八糟 好首先呢我們的皮革呢 的濕度一定不能太濕 因為這個就像是泥巴一樣 泥巴太濕的話腳印會軟爛 而且沒有辦法留下乾淨的腳印 那太乾的話又成土飛揚 腳印也不可能留得清楚在上面 所以濕度的話大概就是中間就好了 大概擦水擦個一遍左右 它就可以像黏土的感覺 就是踩過去腳印會清楚 然後不會軟爛也不會太過乾硬 在敲打幾何編織印花的時候啊 我們通常會使用基準線 那基準線的話就要看各位的圖面配置 像唐草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會是 對角線的方式去做敲打 它呈現一個三角形 它會呈現一個這樣子的三角形 如果是整面的編織紋或者是作品的話 基準線我是建議畫在中間的 因為中間的部分最重要嘛 由中間向四個方向往外敲打 那麼這樣子你才可以獲得一個比較不容易歪 而且平均又工整的一個幾何編織紋 那這邊要跟各位提醒的是 當我們在選擇幾何印花或者是編織紋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稍微的去注意一下 它編織紋兩邊的那個斜度 通常來說呢月斜可以使用的皮革是越厚 但是使用在薄的皮革上 它的直紋相對的就比較小 沒有辦法延伸的這麼出去 那相反的說如果呢它比較平 那就會像是我們現在手中的這幾支 這是日本的普通工具 可能因為他們每一批出的時候都不太一樣 所以導致它兩邊的這個斜紋 這個斜紋太過於平了 那在敲打不管是厚的或是薄的皮革 都會去壓到 造成它的這個斜紋沒有辦法做一個 漸進慢慢消失的效果 導致會有很難看的一條線 那基準線畫好之後 我們在做敲打的時候啊 從中間開始 這邊呢跟大家介紹兩種基準線的畫法 第一個畫法是我們從左跟右 中間的這條基準線畫好之後 先把左邊右邊左邊右邊慢慢的把它給敲打完成之後 再延伸出去 另外一種編織紋的基準線的打法 就是我們一樣畫一條線 但是我們不是沿著線的左右左右去做敲打 而是沿著這一個編織紋的長方形的對角 由這個對角去做敲打 那通常來說這種方式的敲打是會比較快速便捷 因為它只是吃對角線 我們就只需要像這樣子用對角線的方式 整條基準線拍完之後再依序去做敲打就沒有問題了 最後一個小提醒 如果各位在敲幾何印花或編織紋的時候 你的圖案越大 需要使用的垂直的磅數跟重量也需要越大 因為它會把重量跟力量分散在我們的印花上面 這道理就跟打斬一樣 單斬比較好敲 六斬會比較難敲 在這裡啊我強烈的建議 大家如果想要敲幾何圖形或是編織的印花 最少最少要使用到一磅以上的尼龍錘 這樣子效果會相對的比較好 尤其是像海棠花的這個部分 海棠花的部分它的面積比較大 相對的來說需要吃的力量也比較多 所以我在這邊有的時候我會拿到兩磅的錘子去做敲打 為了是要有更好的效果 敲打完幾何跟編織的印花之後呢 通常啊四周我會建議大家稍微傾斜的做敲打 避免去壓到我們的邊界 不管說你的邊緣呢 是單刀線預留給縫線的位置 或者是雙刀線或打邊 那我們都要小心的把我們的編織幾何的印花 稍微的傾斜 不要去壓到了我們不該敲打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會出現一點點的漸變 導致有點模糊 那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邊緣的模糊工具 或者是邊緣的工具 就是在日本是D代號 那我這邊使用的是我自己製作的邊框工具 去把這個模糊的地方 慢慢的把它敲打掉 讓它看起來能夠比較完整 而不會像是邊緣慢慢的不見之後 有一點曖昧含糊不清的感覺 邊框的工具呢 全部敲打完成之後 那麼基本上恭喜你 你的編織幾何印花已經大致完成了 接下來你只需要染色或是手縫 就可以組合成你們喜歡的作品囉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 對各位在敲打幾何編織的印花上面 能夠有一定的幫助 疫情期間記得好好在家 別亂跑出門戴口罩回家勤洗手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Fyre壞德叔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